C9沙省兩年前的特大槍擊案件 公眾言訊委員會發表支援受影響人士的報告 不過家屬就說已經是對委員會失去信心 昨晚報道 C9沙省2020年4月造成22人喪心的 特大槍擊案公眾言訊委員會 就目前公布這份支援控傳者和社區的報告 當中建議設立支援小組、復原中心 和提出興建紀念中心以及提供正式的心理治療 都有助受槍擊案影響的人士 當地的扶輪社將策劃在其中一個事發城鎮 興建中心紀念這次事件 現證諮詢受影響社區的市長和家屬的意見 公眾言訊將在星期二繼續 輪到事發當日有份參與行動的黃家騎警高層 透過視像閉門作證 較後時間才會公開有關錄影 因而引起外界和家屬不滿 委員會就為此辯解說 因為健康原因和減輕症人的壓力而有相關的安排 家屬就批評委員會再次阻留交叉培民的機會 而令他們對言訊失去信心 在下旬的行動作證明 還要 분�以汽車 每次輪解說 在下旬的行動作證明